現在要在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二萬坪車站 那上來的話就是從這裡下去 就是二萬坪車站 那青年活動中心的停車場就在這邊 從這邊下去 這邊下來就看得到二萬坪車站 目前在二萬坪車站 那二萬坪車站這邊的風景是真的蠻漂亮的 這邊可以看到的山還蠻多的 從現在最左邊這一棵是福隆山 然後這一棵是大洞山 那這邊就是塔山跟小塔山 我們待會就是要往這邊去樹豹石神墓那邊 那二萬坪車站的另外一個黑森林步道就在這邊 那我們待會去樹豹石那邊回來 再往這邊去走一走 我們待會就要往這個鐵道的方向走 應該就要往樹豹石神墓那邊去了 鐵道進來沒有多久 我們順著這個鐵道這邊走 就是要去樹豹石神墓那邊 那我們會從那邊大概就是一直走 然後走到第二分道那邊 再從第二分道那邊的黑森林步道 然後從這邊走上來 然後就會往這邊走回來 就是走一個O型 那我們來走走看 那個樹豹石的神墓在66.3公里 所以我們大概要再走兩百公尺 那這個鐵軌的路線其實是蠻好走的 而且走在這種在這種有山林裡面 其實是還蠻舒適的 有點像在走特復野古道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是蠻舒適的神墓 就是在這個64橋樑的旁邊 那就是在這邊 從這邊走上去我們就看得到了 那我們上去那邊走 那我們上去那邊走 往神墓的上面看看 看看有沒有路往那個阿里桑方向上行的鐵軌 上次看有人分享 所以有 上去看看 這個路徑也是有人走 所以我們走上去看看 如果接得到鐵軌沒有太遠的話 那我們就去鐵軌的6.8K那邊 看一下另外一顆神木 我們剛剛從那個蘇豹石神木的後面走上來 然後走到這裡就接到 這裡是往阿里山方向的鐵軌 那我們就去看 往阿里山方向6.8K的那一顆神木 看完的話再 一樣由原路再回到蘇豹石神木那邊 繼續往嘉義方向的鐵軌走 那我們就走走看 接上來的地方 大概就是 6.7K 800公尺的地方 只是比較在前面一點點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面走 走快到神木站了 可是 也沒有看到那個 另外那顆二萬坪神木 所以也是準備要折返了 因為如果到神木站那邊是阿里山遊樂 就是森林遊樂區的裡面 那個是要夠飄 沒有夠飄的話 也是不能走進去 那我們就準備折返了 那顆神木可能不明顯 或者是在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沒看到 好吧 那我們就折返了 我們要回到66號橋路 然後再走一下才會回到 剛剛那邊的路 這邊可以看到 塔山跟小塔山 那大塔山的話 大塔山的話在這邊 那邊就可以看到棉越縣的 崩掉的那個名隧道就在那 這蠻清楚的 這蠻清楚的 走回來的時候才看到 二萬坪神木 在 在 在那個 我看這邊是第幾號橋 在65號橋樑的旁邊 可是你如果是 往阿里山方向這樣走的話 就是那個角度其實是不好看到 那你回來的話 可能要稍微看一下才看得到 二萬坪神木 那我們就多走了很遠了 快走到快神木站 然後又折回來 我們現在是如果是順行往阿里山方向 那裡就是65號橋樑 那二萬坪神木的話 就是在這邊 好那我們現在就回樹豹石神木那邊 那我們現在就走回來67.8K那裡 那我們再走一下 就是要 往那個樹豹石那裡的小徑下去 可是他這裡你如果從鐵軌這邊走的話 其實那個小徑 不明顯 就是 你可能看不出來 他那邊有小徑 所以你如果不確定的話 也不要亂走 因為他旁邊還是有一些 就是不要抖的邊坡 那可能要稍微 找一下路 對啊你看這樣子 其實你看不太出來 有路 那我們剛剛應該是從這個地方 對對對 那我們現在就 往那個樹豹石神木那邊下去 然後往 繼續往那個 嘉義方向的鐵道那邊去看 四君子神木 那個樹豹石神木這邊 他這一段上下坡其實是蠻近的 所以你如果是這樣要走上去 望瓶神木其實很近 只是我剛剛走錯路才會 才會走比較遠 繼續往嘉義方向走 現在 碰到一個 隧道 現在在48號的隧道前面 那他的隧道大概是146公尺 還是有點深 那隧道旁邊 有一條小徑 我看那邊也有綁一些布條 因為他這個隧道是織製型的 那他這個小徑有可能就是直接通到下面的鐵軌 所以我決定先走這個小徑看看 好那我們來走走看 我們從小徑這邊其實是可以看到 左下方的鐵道 那我們就順著這個方向走 應該等一下就接到下面的鐵道了 然後就不用再走那個水道 好我們從小徑這邊就下來 然後就接到鐵道了 所以就不用走那個隧道 那我們就往鐵道的話 繼續往左邊走 往嘉義的方向走 然後就從這個地方繼續再走 因為那個四君子神木應該是在65.2K的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第一顆的四君子神木了 這裡有一顆 然後那第一台 這一顆應該就是第一顆的四君子神木 那他鐵道過來這邊 他這裡也有兩顆 一顆在左邊 然後右邊也有一顆 到那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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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走了一會都是山坡 然後現在已經接回到剛剛要出發那邊 然後往右邊這邊就是二萬坪車站 然後這邊就是要去樹豹市神墓那邊 那我們現在就走回來了 然後我們往二萬坪車站那邊出發 我們現在走回來二萬坪車站那邊 今天的景還不錯 天氣也很好 那現在已經4點50了 那我們現在就往 那個另外二萬坪步道那邊出發 就在這邊 應該是不長 早上來這邊 有一個地標 我們過去看看 那如果等一下續走在這邊 二彎坪步道他们也是称作叫做黑森林步道 因为它这个树木比较密集 所以它有时走在里面的话 就是比较暗 所以他们也叫它黑森林步道 跟刚刚第二分道那边上来 其实他们都是因为树木很密集 所以走在林间的时候 感觉那个光线比较比较暗一点 那今天其实天气不错 所以它阳光照进来 其实看起来还蛮明亮 那我们就把它走一走 再往二万平山的那边出发 那这里也是步道里的另一个地标 我们过来看一下 这边 这边 三平步道我们又走完了 其实很短啊 那我们现在就接回新年活动中心 那我们要往二万平山那边上去 就从早上的路那边再走回去 还是说要开车啊 汽车都可以 那我们回到早上出发的地方 那我们往二万平山的地方出发 我们现在从青年中心那边走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前面 这个山头就是二万平山 那从这边走到那边的登山口 刚看好像要 大概要走1.5公里 那这边是没有遮硬的啊 如果有走的话可能要再把它闪了 不然现在太阳很大 好我们走一下看走到那边要多久 大概走了25分钟 那现在路边这个路口就是等一下往那个平泽纳那边的插路 那我们现在先往二万平山的登山口 他们来到山友他们来到这边找二万平山的登山口找不到 那我有跟他讲 那看他们等一下还会不会回来这边走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到马路二万平山的登山口这边 那这边去的话就是要去阿里山公路 那现在登山口在这边 我们走走看 好像蛮陡的哦 那这边都是那个树根的路径 我们走大概快 走大概快半个小时的路 那现在已经看到山脚点应该是在上面这边 那我们最后这一段再走一下 这一段都是上坡哦 所以这一段走起来其实也是蛮累的 好那我们就到二万平山的最高顶了 一个大岩石上面 最后还有根本就是在上坡 över 凡凡的地方 就是大岩石沟炆了 ー以后再来说 柠檬参集中 凡凡的地方 下來的速度是比較快一點 我們也快到登山口這邊了 那天氣看起來好像目前還好 那我們就趕快過去平車納納邊 希望今天是不會下雨 好那我們就接回馬路這邊了 那我們就往平車納納邊的岔路走 目前我們要往平車納山 那就是往岔路的左邊這邊走 那平車納那邊走完的話 再回來清廉活動中心這邊 垃圾轉印扇這邊 那個味道蠻重的 還沒到就已經聞到味道了 那我們就往旁邊那裡的路續行就可以了 垃圾轉印扇過來這邊有個岔路 右邊這邊應該是要去平車納車站 那我們就是往這邊直行 去平車納山 好我們走走看 這邊上來有布條 再往那個平車納的路 這個應該就有點像 我前兩天去賣賣山那邊的林道 也是這樣的路 可是那邊的路就是 就是一直 緩緩的上坡 這邊的林道是比較平緩 走起來比較好走 那我們距離那個 登山口可能還有一段距離 我們就繼續再走走看 你的路比較有一些泥泥的路段 剛剛前面的路還不錯 那我們快到登山口 還有 一點距離 我們再走一走 那邊繼續走是要往登山口 那這邊 那邊 有路條 我上去看應該是有路徑 那邊應該是要往 阿里山公路 沒有走過 所以不會走 那我們就是繼續往平遮納的登山口走 應該是快到了 那我們過來這邊就看到 登山口 這邊就是平遮納的登山口 那林道我們就沒有去走 我們就往右 開始 上升到 平遮納的登山的基點 這個應該也是 一路向上 跟二萬坪一樣 不過他應該是沒有 二萬坪那麼長 我們到 到平遮納的最高點 在那邊 好我們到了 這裡就是平遮納的 最高點 那我們已經 上來平遮納山這邊 那因為現在也快要下雨了 所以就直接 要回阿里山活動中心 那從 平遮納登山口到最高點 我走大概是10分鐘 從 二萬坪 二萬坪登山口 然後走來 平遮納 登山口要40分鐘 所以 如果從二萬坪登山口到平遮納最高點 大概要走50分鐘 那我們現在就 開始回到活動中心那邊 大概 還要走一個小時差不多吧 希望 雨不要下下來 我們趕快回去了 我們現在已經走回來 要往活動中心那邊的岔路了 那他這邊就是要去阿里山公路 那左邊這邊就是要回活動中心 那我們現在 現在就回活動中心 還有1.5公里 馬路在走其實蠻快的 好 那我們就走一下 現在的時間 已經快下午3點 那山上 雲霧 開始跑上來了 不過還沒下雨 我也快到活動中心了 那我們就已經走回來 阿里山青年活動中心了 那今天就是 青年活動中心這裡 走二萬坪車站 這附近大概的景點 都有走完了 就二萬坪神木 樹豹石神木 是君子神木 然後包括 二萬坪山跟坪哲那山 這樣子 走這樣子 時間看起來大概是7個多小時 可是因為 我有走錯路 因為要找二萬坪神木 走到快神木站那邊 大概又多浪費了快一個小時 所以大概在 六個半小時到七個小時 中間應該是走得晚 那現在這個時間回來 活動中心這邊的人 大概也都走光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 就到這裡為止 我到底還沒想到 有問題 是 有問題 還然是 你 最終的 人 有問題 有問題 是 有問題 有問題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